嗨,我是宇珍,欢迎来到这个新的板块,带你走进一段真实的优势教练咨询 那之所以想要做这个板块呢,首先是因为教练这个职业还比较得新 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也带有一点神秘感 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提前感受到在coaching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作为教练跟客户的互动又是什么样的 那当然我在做完整的优势教练咨询的时候呢,一般是会用到90分钟左右 所以在这里呢只是一个15分钟的体验版 虽然时间是很短的,但是我相信呢不管是对于这位体验者而言 还是说对于正在收听的大家可能都会得到一定的收获 比如说可能对于一些优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或者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小目标想到了可以去突破的方法 所以首先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位幸运的体验者 因为每周呢我都会在我的大群里面发布一个报名表 所以有兴趣想来免费体验一个15分钟的优势咨询的小伙伴都可以在里面报名 那上周呢很快就有十几位小伙伴报名了 所以我也是很认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 因为大家都写得非常的用心 那接下来的每个礼拜呢都会有这样的一次体验机会 所以也希望更多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听到节目的最后 了解一下如何可以参与报名这个体验的机会 那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段优势教练咨询吧 我觉得去讨论写作这件事情吧 毕竟我觉得关于教学那方面 我一边做也会比较有自信 但是写作这块有一点点丧失了自信 一边丧失自信 然后一边又重燃热情的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写小说其实需要什么样的 你个人认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或者说需要什么呢 首先是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练习 我看那些小说家他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感想 就会觉得他们要看很多书 然后要去做防写练习或者做很大量的这种写作的实践 在这一方面呢我认为我自己是很不足的 自己也有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 就是想去多写一点东西 但是写作中就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你写的东西写的不好 就会给自己有挫败感 就不想继续写 但是第二天可能你又想 想又开始动笔 然后写了一段时间 又觉得自己写的不好 然后又停滞了 那你觉得面对这种情况 就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其实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心态 还是说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帮助你度过 就是你可以想象其他的小说家 他们是怎么样需要什么东西 能度过这种阶段呢 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放弃吧 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很多小说家都是可能30多40多 他们有一些沉淀 练习和阅读的时间很长 实践的时间很长 他们的成果可能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也在改进 就是尽量把自己的反馈 提的稍微短一点 就是短时期内 能够有反馈的东西多写一点 比如说像短篇小说之类的 就可以多写一点 在写长篇的时候觉得比较疲惫 又看不到效果的时候 就写一下短篇小说 然后呢 短篇小说作为一个短时期内的一个成果 你写完之后隔一段时间再去看 可能会比较有成就感一点 嗯嗯嗯 很好啊 就这个是你已经开始尝试的一些应对的方式 对 还在努力 嗯 那你现在可以看一下 就我们看一下你的优势吧 你觉得这里面目前看起来 哪一些是可以帮助你的 就如果你这么想要去写小说去尝试的话 哪些优势是你可以利用起来的 显性的里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叫孵化者 我记得之前听米军你的节目里面也讲到了 你似乎也是有这样一个优势 我也是就是这个也出现在了我的显性的优势中 嗯 我觉得就是我平时会比较喜欢思考 嗯 我要是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可能也会思索关于我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帮助 像是我们都说写作的来源是生活嘛 嗯 就如果我准备要去做写作这件事情了的话 我可能在生活中跟父母的聊天中 看的一些新闻报道啊什么的 可能都会成为我写作的一个素材 嗯 然后我现在 我就发现自己如果是孵化者的话 可以有意识的把自己采集到的一些 一些灵感 然后及时的记录下来 然后这样子就可能会成为 写作中比较能够用得上的一些素材 嗯 其他的呢 然后这个change agent 准确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呀 对 这个他其实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是想 你是喜欢或者享受去带来改变的 不管是给别的人啊 给这些事情啊 你是那个想要去当那种 去激发一些新的改变的 哦 他主要讲的是对外界的改变是吗 嗯 就可能你会甚至对他人的改变 去可能激发他人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的改变呢 自己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就我本身 呃 挺醒 就是自己的生活 我也是比较喜欢去 就比如说如果自己觉得自己 嗯 有一点没有做好 像比如说我在写作中发生了 发现了一些 呃 自己遇到了一些瓶颈 嗯 我就会比较积极的去寻找一些 解决的措施 嗯 这个对 其实也算是你带来了一些改变嘛 对吧 你主动去创造了一些改变 然后你讲的这个也更像是那个improver 你有在浅 在浅绿色那边你有一个improver嘛 就是你是那种能够看到改进的东西 就一个一个事情 你能够看到哪里可以改进 然后就很想要去把它改进 嗯 哦 improver是这个意思 哦 就是能够发现不同 进步空间 然后去真实的改进 对 啊 我看到了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会比较关注 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 以及我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能够主动的去寻求一些改变的这个措施 呃 我觉得这个improver其实呃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嗯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就也是最近的一些事情 嗯 就在家嘛 然后以前就无聊 我就开始去管理我的时间 嗯 我看到这个 time optimizer 对 嗯 时间利用有关系 就 这也是我能够觉得我可以在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之余 还能够进行写作的一个支撑我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做时间管理 然后希望能够把我的时间最大化的利用 嗯 我现在每天都会用早上早起 然后会用早上的一个小时时间来进行写作 嗯 哦 我觉得就是能够把时间利用的最大化 本身也可以给我带来愉快的感觉 嗯 嗯 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比较适合做副业 像是像写作这种爱好 可以让我的爱好能够孵化 并且提高自己的水 这方面的水平的一个优势吧 嗯 是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真的特别棒 因为其实听起来你有几个优势都是还挺相关的 就是你刚提到change agent的时候 也提到就是你是那种improver嘛 就是喜欢去改进一些东西 那同时因为你还有这种时间利用方面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在更在一定时间内可能更高效的去做一些改进啊 而且可能你改进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使用时间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有你有一个self awareness嘛 在你的显著优势里面 就是我我听得出来 其实你是一直在自我反思的一种类型 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自己可能哪里还可以去成长啊 然后自己最近做的怎么样 然后哪个方面需要去去提升 是 然后你说那个觉察力 隐性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叫feedback 就是反馈 是 我刚刚也也讲到了 就我有在为了提高自己的兴趣 或者说保持自己的热情 有比较注意到对自己的反馈或者奖励 就是 那也是我就能保持热情的一个原因 嗯对 其实你有feedback在这边的话 就代表就是像你说的 你很 首先你是很喜欢 比如说接收别人的反馈 那你也很擅长给别人反馈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之前提到的 对于写作来说 可能你可以更好的多去运用一下这方面 就是怎么样给自己这样积极的反馈 不管是给出还是收到反馈 怎么样通过这种形式来持续的给你这个写作 就是这种动力让你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我好像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那现在就是针对你这个写作这一边吧 你觉得 因为你一开始的问题是说 这个写作你又不想割舍 然后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利用优势去帮助自己 对吧 那你现在总结一下的话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嗯 就是说 呃 第一个就是我今天 才发现就是关于我的时间管理 可以跟写作扯上关系 嗯 就 我没想到就是 对自己的一个管理 或者说对时间的一个把控 其实 他对于一个人的爱好 是有很好的物化作用 或者说为他保驾护航 嗯 就很多人 能做本质工作就已经很忙碌了 或者说他 没有办法去 呃 去控除多余的时间和精力 来进行自己的爱好 所以如果能够拥有呃 时间管理这种优势的话呢 呃 其实 可以 更加可以保证就 你有多的时间或者精力 嗯 来发展你的爱 就给他提供一个基础 嗯 然后就是 嗯 呃 关于反馈和 个人提升的这个敏感程度 嗯 呃 我觉得 呃 这一点其实 不仅是在 就是写作的这个 爱好这一方面 包括你在培养自己的其他爱好 在没有 很好的一个结果出现之前呢 要学会自己给自己 设置一些 目标 然后达到目标之后 要给自己 一些反馈 或者奖励 呃 能够把自己的成长 或者进步 可视化 呃 这样子 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坚持 或者说保持 做这件事情的热情 嗯 呃 大概就是这么多 对对 其实听你讲 我就真的一直在想 就是怪不得 explainer是你的最强的优势 因为我觉得你的理解力 特别好 而且你真的能把它表述的 非常的清楚 啊 谢谢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 像刚刚也是讲到嘛 你其实看着这些优势 不用把它只当做是分散的 一个一个的 我怎么一个一个去用它 其实你更多的是可以 就稍微 比如拉远一点距离 然后看一下这些东西 它们怎么去合作 你把它们都当做 你就是一个一个 可能 我一般会把它们想象成 可能有生命的小个体 那它们怎么自己去合作 怎么样去发挥更大的 就可能 比如说像你提到 就improver跟feedback 它们联合起来 或加上什么incubator 联合起来 会有什么样 它们会做出什么样 更多的事情 就其实它们是一个 合作的状态 然后一个互相去帮助的状态 然后用这种角度去看的话 可能有时候 你会看到更多 怎么去使用的一些方式 嗯 没错 而且有些时候 就显性的和隐性的 也可以联合在一起 对对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更建议大家 就是你 显性其实你已经用 很多了 你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所以更多是 你能不能在 有一些时候 留一些空间 给这些隐性的进来 就是让它们 相当于进入到 就是你去运用它们 多于你一直在 用你的显性 甚至可以让它 直接拿隐性的 过来代替一些 嗯 做的这个 把他们其他的那些 优势打通起来 这个思路 启发了我 我可能 会自己 接下来 就可以从新的一个角度 去分析一下 这份 嗯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那不知道你听完 这一段对话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 跟收获呢 希望可以在 喜马拉雅上面 留言告诉我 或者直接私信我 目前呢 我打算把这个 15分钟的体验版呢 免费开放给 更多的小伙伴们参与 所以呢 我希望每个礼拜 都可以选出一位 想要体验 这样的一个 优势教练咨询的 小伙伴 然后呢 可以用这种 录音的方式 把我们的这个对话 再让更多的人 可以听到 那参与方式呢 就首先 要加一下 我的个人微信 这样我会把你 邀请到一个 大群里面 在这个群里呢 我会定期的分享 很多跟优势相关的信息 然后如果你对 这样的15分钟 体验版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在大群里面 填写一个报名表 这样我每周会定期 从大家的报名当中 选出一位 幸运的小伙伴 然后我们来约时间 做这样的 一对一 15分钟的 体验版coaching 非常期待 可以有机会 跟你进行 这样的对话 也希望可以帮助你 更加深入的 发掘到 认识到自己的优势 并且可以把这些优势 更好地运用在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 收获更大的成长 突破 还有成功 再次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